美国突然公布了他们的核武器数量 这明显就是在威慑中俄 给目前已经非常紧张的国际集市 再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这就是在展示肌肉 但是展示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虚弱 那所谓的你摆出来的招数越狠 其实你的底子越虚 那么面对这种局面 我们中国该怎么样的应对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美顿平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和安全管理局称 截止到2023年9月份的时候 美国核武库一共有3748个核弹头 今年3月的时候 他们国家的核安全管理局副局长弗兰克罗斯就表示了 美国尚未做出增加核武库的决定 他的意思足够用了 但是美国正在认真的研究这一问题 是不是要增加 美国现在认为它是有必要和俄罗斯就军控问题进行接触 以降低风险 美国大张旗鼓的展示他们的核武库 最直接也看得到的一个短期目的就是在炫耀自己的武力 向全世界显摆他们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 给潜在的对手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 当然这个潜在的对手也不用说是潜在的了 他针对的就是中俄 美国现在来这么一手 这个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势必会进一步的升级 会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国家重新考虑和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 以核威慑能力 那么原来的军事平衡就很可能被打破 在面临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适当的考虑一下调整我们的核策略 以及增加我们的核威慑能力 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同时也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创造一个更加有力的基础 关于美国这一次公布它核武数量的这件事 我们来注意几个看点吧 首先来说美国的这个举措 它有一个比较短期而且很现实的目的 就是在大选期间恐吓有想法的那些国家和地区 通俗的说就是你们都给我老实一点 拜登这不是宣布退选了吧 民主党谁去参选他还没确定呢 美国政坛呢势必会处于一个混乱区 拜登政府现在呢 他主要的精力就是忙在选举上 顾不到那么多外边的事情了 你包括对乌克兰的军员 他们现在都不把这个事当成非常急的一个事情 那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啊 就有可能趁这么机会啊 他多牢一把 先往前推一步算一步 你比如说台委赖清德那边 就在急吼吼的去推这个法力态度 第二 美国呢要恐怖自己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 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 对于那些啊 在政治立场上和美国不太一样的国家 特别是那些左右观望的国家 这个呢 就是在给他们施加政治上的压力 逼他们在关键的问题上 你要是服软 而且呢 你最好和我美国站在一起 至少你不能跟我美国对的干 美国此举呢 他也是在敲打自己的所谓盟友们 这个队伍啊他不能散了 你们必须按照我美国的战略部署去办 第三 美国呢他是想打破原有的安全和政治平衡 让世界呢进入一个混乱期 最好能够引发出全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 当然在这一点上 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核威慑能力啊 适当的调整我们的核政策 但是我们不会卷入这种核的军备竞赛啊 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调整我们自己的能力 那么美国呀他是想把这个事情搞乱 想引起这个军备竞赛的 因为这样呢 在这个混乱之中 他把对手给拖死 美国可以重新起牌 确保自己的霸主地位 这个呢也是美国处理国内和国际危机的一贯做法吧 但是美国呀 他在展示肌肉的同时呢 他更是暴露出了他的虚弱 甚至出现了一个帝国暮年的衰落迹象 美国在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上的表现呢 以及当前美国国内党争白热化的程度啊 都让美国所谓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受到了质疑 所以美国呢 很难在驱动这个世界的发展啊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美国一贯采取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了吧 但是美国正在逐步的失去 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驱动力 引领能力也在衰退 所以呢 他通过挥舞这个军事大棒挥舞 核威慑大棒呢 提醒外界自己的军事力量 还是世界第一的 这个就是他本身出现了虚弱的一种表现